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郭志愿 雖然我們靈魂清潭很容易暴走 然後又是個愛打電動的肥仔 但是我想他應該會是個好老公吧 所以送你四個字 嫁給他吧 志愿認識你也蠻久了 大概三五年了吧 那等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要嘛我們就在你的婚禮上 要嘛我們就已經死在歐洲了 我想要跟你說 結婚生小孩我很有經驗 雖然說我今天沒有辦法像其他那些宅男一樣 錄一段很花俏的影片 但是我認真的跟你說 結婚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原因是 所有帳單都會有人跟你share一半 還有 在你無聊的時候有人可以陪你 不用一個人去看電影 不用一個人去旅行 靈魂清也沒有太差 那你就嫁給他吧 對 我 再找一些人證來 告訴你這件事 自營虧氣認識你們很久了 你們在一起也很久了 聽到你們的好消息真的很聽你們開心喔 很祝福你們還有恭喜你們 來 菲律賓 呃 我的話都講在這了 不要再說我什麼不是朋友什麼之類的 那還幫你做了一個海報 那祝你就是入洞房 然後 子孫扶滿堂 然後我會出去你的婚禮的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JJ林俊傑 今天為了你們特別練的一首歌 我還有林崑慶 我還有郭茲儀 啊 早生會職啊 快點結婚吧 這是我找了很久才找到Hostar的背景 然後有一個香蕉人要跟人家 啊幹不是香蕉人 是一個宅哥 今天要跟他的女朋友求婚了 那個大香蕉 喔不對 那個宅哥叫老雷 祝福他 希望他可以成功 免得他要跳樓 謝謝大家 好 好 所以你知道 林崑慶12月28號 就在跟我要這個影片 現在呢1月16號 我趕快錄給他 那以我對婚禮的了解 他現在一定非常緊張 所以呢 我們就嫁給他吧 這麼多幸福 你好我是Kennis 但我今天不是來自我介紹 我今天來是跟你推薦一個人 那個就是林崑慶 一下健身老雷 首先先談談我對老雷看吧 我覺得老雷他是一個非常誠懇 非常正直又負責任的人 相信你之前對他了解你應該知道 那 除之外他也是個很會照顧別人 你是想看未來的日子裡 像他這麼熱鬧的人 這麼刻苦耐擾的人 你可以盡情操抱他 你可以盡情叫他跑腿 叫他做人做馬 叫他幫你提包包 他都不會跟你要任何一分一毛的加班倍 也不會跟你要年終 多好 那 除之外他也是個滿有原則的人 雖然我不想這麼說 不過簡單來講 他就是好人嘛 這麼好的男人你要去哪裡找 所以不要再猶豫了 拜託我在這裡給上我十二萬分的祝福 拜託 嫁給他吧 哈囉 柔姐 新年快樂 欸 說真的 籌備婚禮真的很累 跟你說 結婚結一次就好了 至於新郎嘛 欸 昆慶兒爸 你覺得怎麼樣 哈囉 昆慶是個很好的男生 又會煮飯 又會賺錢 而且會打電話 男生不會變壞 選擇他 是對的 所以嫁給他吧 哈囉 自瑩恭喜你啊 真的很開心 能夠 聽到這個好消息 那從你們 就是 我們應該說 大家一起念書的時候 到你們相戀 這段過程 我們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很開心能夠 呃 就是 最後能夠一起牽手 到那個 永遠 那昆慶他是 值得托付終身的人 那希望你們 能夠永遠 幸福甜蜜喔 恭喜 嗨 其實咧 這個 林昆慶應該算是 我在國泰的半個師父 所以 當林昆慶要 結婚的時候 要求婚的時候 這場面一定要弄得很盛大 那 我覺得林昆慶應該就是 沒有做求婚看吧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就是太懶惰 所以我就幫他做一個求婚看板 那 就好 來大家看一下這求婚看板 喔 這個字有點反光齁 你看到這邊喔 字 一 will you marry me 嗯 看到不錯嗎 可以你嫁給我嗎 我是希望你回答 是啦 不然的話 就代表這個求婚看板被打 被打回票了 來 大家再看一下 好啦 祝你們幸福囉 掰掰 嗨 郭姿瑩 聽到坤青要跟你求婚的消息 我實在是太開心了 剛才交往那麼久 你剛才發現他 英俊瀟灑 威柔喜爹 做事又負責任 善解人意 對不對 這麼好才能 在世界上 除了我以外 絕對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所以就 嫁給他吧 哈哈 哈 這是嘻哈歌手創意 林冠基加油 要求婚成功啊 雖然我不認識你 但是我要祝福你 結婚快樂 Yeah 哈囉郭子穎 相信現在看到這部影片的你啊 已經跟我們一樣 準備好漫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了 在這之前呢 伊亞有一些話要先跟你說 郭子穎這是一輩子的事情要好好考慮喔 沒錯但我們相信 婚禁一定是你最好的選擇 所以要幸福喔 掰掰 嗨 姿怡 很榮幸你男朋友邀請我 跟我們家小寶貝一起參與你們的求婚過程 看到FB你男朋友常常為你拍攝美麗的照片 我就知道他一定很愛你 趕快答應一個為你瘋狂的男人吧 一起加入幸福人氣的行列 加油 嗨 郭子穎 我已經等了很久 終於輪到你要結婚了 你也知道我現在是學生 所以 比較窮一直叫你趕快結婚 就是因為要存錢包你的紅包 然後 其實我也很想要去參加你的求婚的 這個活動 但是因為你也知道太遠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 不過我想這個過程一定是很甜蜜又很溫馨吧 然後 其實 他要跟你求婚的事我已經很早就知道 只是說 而且他叫我幫他去調查你的界尾 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我還講了一個 比他的界尾還大的界尾 讓他也是很傻眼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就是 先隨便選一個 然後之後反正不行再改就好了 然後我想這個男朋友蠻照顧你的 你們應該也可以過得很開心 然後 反正另外一半就是選擇適合自己的人 然後一起過一輩子這樣子 那我也希望你們可以甜甜蜜蜜 然後我們一起陪伴彼此成長 然後想要跟你說就是 你也知道反正 老公總是有很多說不完的壞話可以講 所以如果你要需要 我陪你講那些話的時候 不要忘記一定要找我 祝你們幸福喔 掰掰 我會 lek下台時 多久 我會去做 冷靜蜜蜜 好幾乎 多久 在熱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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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